一处农家院,两扇切木门,三间青砖房 在这个远离市区的小村落 年过七旬的李双全整日守在老宅里 用布满老紧的双手重复着祖辈传下来的银声 手工制作鸟笼 李双全是河北省新集市旧城镇寨子村人 他制作鸟笼的手艺失从其父 据李双全介绍,他父亲年轻的时候 在保定开了一间名号为吉利城的笼子铺 因手艺精湛,物美价优,笼子铺生意十分红火 公寓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李双全传承父辈手艺的同时 把老艺人的匠心发挥到了极致 据了解,传统鸟笼纯手工编制 工艺教育繁琐 制作工具包括刻刀,错刀,锯子,打孔器等多达百余件 为了趁手好用 李双全坚持自己设计,打磨这些家伙事 光是雕刻刀,他前前后后就制作了十多把 父亲传给他的花铃木钻 更被他视作珍宝,一用就是数十年 李双全说,一个手工鸟笼有龙架,龙圈,龙圈, 龙条,龙门,龙抓,龙钩等几部分组成 制作时需选取笔直的竹竿,劈开洗净后放到锅里蒸 晾干后静置几日翻可粘圈 再经过打磨,拉直,打孔等多道工序的精编细作 配以古典镂空雕花的点缀装饰,一件完美的手工鸟笼才向大功告成 整个制作过程往往耗时一个多月 机械勇雅大气没有手工,你想刻这个花,手工刻亮 改高的高,改瓦的瓦,得有理体感 比较有难度的就是我这个罩,我这个罩在旧经党 这个活号差不多了,我掐着一瓦,然后赶紧用铁丝一瓦 由于坚持古法制作,每一道工序追求尽善尽美 李双全制作的鸟笼远近闻名,受到很多养鸟爱好者的青睐 但由于手工制作鸟笼过程繁琐,现在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 为了将这门老手已传承下去 李双全目前正在为手工制作鸟笼记忆 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么九城镇对这些老手已伯很忠实 愿意保护起来 给了我们很多的砸室的平台 我也有这样一个想法 是请咱们新生市级的分物质文化遗产 我族本刷出来的老手已伯 把这刷征消息 要是刷了,把这花样好 福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